昨天晚间狂风咒语闪电是闪不停 有民众搭乘飞机准备降落桃园机场 就直击窗外有好几道粉色的闪电 是直呼被吓坏了 还有网友开玩笑形容像是雷神索尔在开电音趴 而这样的雨势今天还会持续 气象鼠在今天凌晨就发布了热带性低气压的特报 尤其是南台湾一整天雨下不停 而至于北台湾下午到晚间 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雨势就会变得更明显 好几道粉色闪电接连划破夜空 飞机窗外这画面更吓坏了准备降落桃园的旅客 还有网友看了直呼像是雷神索尔在开电音趴 周六夜晚狂风咒语闪电闪不停 新北市淡水的民众拍下这画面直呼这雨根本是用道的 而这样的雨是周日秋分这天恐怕会再持续 主要最大的热区南台湾还有金门马祖地带 震雨雷雨短烟尸枪降雨 持续的状况可能是一整天 而北台湾这边的状况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小空档 可是还是会有些小雨的情形 那下午晚间的时候会有些增强的状况 气象署在周日凌晨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 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以及低压带影响 大气环境不稳定全台都有降雨几率 而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指出 热带低压预计周日白天进入台湾海峡北部 美方模式甚至预测有挑战轻度台风的机会 它的位置其实是在我们台湾附近 所以我们拿到更多的资料 我们可以去做更细致的分析 很可能在移动到海峡针段这边 有可能会增强 那也是比较偏向是因为地形 以热带系统而言 它的强度其实是维持 那甚至在接近入地的时候是会减弱 气象专家林德恩跟市井 周日降雨最大也最集中 因为北方东北风跟南来气流 在台湾北部附近汇合 水气量相当充沛 尤其在北部东北部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 估计24小时累积总降雨量达到80到200毫米之间 台北市政府跟市井 强调不排除雨势可达到2004年 911毫雨事件等级 也就是平地12小时600毫米的长延时强降雨 研盘会在北头士林山区 周日会有较大持续性的降雨 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吸带雨具 更要注意累积以及强震风 这里是黄明胜台北采访报道